深圳地鐵有女乘客近日在女士優先車廂內向多個男乘客嘲諷 批評他們沒有讓座給女士 當中的過程被其他乘客錄下 深圳地鐵回應事件時說讓座遵從自願原則 另外有輿論認為深圳地鐵需要反思女士優先的意義何在 深圳地鐵在2017年開始 全國出先試行設置女士優先車廂 2018年3月更實現全線覆蓋 據當年深圳地鐵的官方說法說 設置女士優先車廂是倡導社會關愛女性的文靈風氣 培養社會尊重女性的風向 同時優先車廂並非對男女乘客進行強制隔離 如果普通車廂較為擁擠 而女士優先車廂相對寬鬆時便可以共享 不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 回到今次事件 社會的焦點都放在女士優先車廂的良好初衷 和實際操作效果不佳的矛盾 雖然現在不少男士 一直遵守著女士優先的傳統美德 但這樣都不能以此對男性群體進行道德綁架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選擇座位的權利 是否讓座只是基於個人自願原則 其實類似事件亦曾出現在巴士上 民眾集以為常的關愛座 曾一度與道德綁架的標籤群綁在一起 然而即使如此 腦、藥、病、殘、殘、人群 相對於健康成年人來說 的確有理由優先享有座位 但在暢渡男女平等的現代社會 深圳地鐵需要思考設立 女士優先的意義可在 女士優先車廂的出現 是回應女性民眾的需要 在人口密集的情況下 女性受到騷擾的機會確實會比男性大 優先車廂亦體現出對女性的人民關懷 正如一些地方的洗手間設計 女性助次數量會多過男性 有意見認為 公平地看待男女民眾 是建設文明社會發展的重要一步 然而由於女士優先並不是女士專用 地鐵並不能禁止男性選擇在該車廂丑座 而且在高峰期間 沒有辦法保證讓女性都能夠擠上該車廂 該車廂設立的作用便會大打折扣 如果沒有配套的管理措施 女士優先車廂便有可能陷入形式主義的漩渦 機會加大男女乘客的心理壓力 亦容易增加社會性別對立的風險 同時攝氏女子嘲諷男性乘客不讓座的背後 亦反映出一個問題 即地鐵在高峰時期 無法保證該車廂優先為女性開啟綠色通道 設立女性車廂需要有相應配套和人手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而不是簡單貼幹女士優先的標籤就得 女性地位的提升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準 而深圳地鐵設立女士優先車廂是一個好開始 但如果配套措施未能落實 女性的心理預期亦都會受到打擊 而男性在該車廂內亦都需要忍受道德譴責的心理壓力 這樣就違背了該車廂設立的初衷 今集東網點評時間就到這裏 再會